这是一件以50块钱从一个农民手中收上来的国宝鸡纹物 2000多年前西汉错经营云文青铜西尊 这个犀牛造型的铜制尊是一件酒器 它长58.1厘米高34.1厘米 方寸之间工匠对犀牛的血实十分的生动 犀牛昂首助力 四肢粗壮结实的腿有力地支撑着健壮的身体 虽然是以青铜制成 但犀牛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强烈的质感 两脚尖锐 眼睛是由朱氏镶嵌而成 虽然不大但却神采异 尊负中空用来成酒 握住戏尾轻轻抬起时 腹腔内的酒液便从犀牛口右侧圆管流出 华美的文饰既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 意义深辉华美无比 看着眼前这件精致逼真的青铜犀牛尊眼神里 透着一丝忧伤 似乎在向我们讲述着什么 原来1957年我国最后的三头野生犀牛在云南被射杀后 自此犀牛在中国彻底灭绝了 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 而且数量很多 由于大范围的捕杀 犀牛这种生殖率低的野生动物迅速减少 直到1957年的彻底灭绝 如今我们在想看到犀牛的样貌 只能从这件工艺精湛逼真自然的酒气去感受它的存在